口罩机车我们一定要严守防范 所以不能错过一个鱼啊一个虾 下车下车 下车请坐 必须检查 下车下车 冰冰贝婷 这个不是老五吗 来来带个口罩 你们怎么没带口罩啊 对呀你们放进去买 口罩机车一定要保护防范的自己 不要影响他人 要不要这么忙 现在特殊时期啊 哎呀你怎么口罩带到上面去啊 你把它带好你的口罩 我就带了口罩 你不会带口罩啊 可以了 你亲过两天广东就 贵婷搞个法子 亲过两天广东就装大爷了是吧 哎呀没有啊 那个老五你把口罩带上 你这样子不行的 不要耽误我们公司 一定要带口罩 这样可以了吧 把口罩带好呀 可以了 哎呀怎么那么乏乏呢 回到自己车哪里 这个是你车呀 这个是你朋友啊 你朋友啊 不错 那你朋友回来 还是一码关一码 口罩要带好 拿手机出来 看一下是绿码还是黄码 你们从哪里回来呢 从外地回来 随便一下就可以了嘛 看到没有 你这是黄码啊 黄码 对 你快点把口罩带上 黄码那要什么样呢 把你口罩带好 不要传染影响他人 我不管你什么黄码白码黑码 放过去 放过去 防护期间人真有则 把口罩带上先再说 尊重他人知道没有 可以了吧 村长又是我老表 我跟他说一声就好了 老表怎么样 以你这个情况 你要去隔离的 我要去隔离15天 我要急着带我老婆回家 先给我老爸老爸看了 你先把你 你先把你那个口罩戴上去 把你口罩戴好 不然你今天别想过 嘿呀 怎么那么啰嗦的 那么麻烦呢 不是啰嗦 现在说特殊期间 所有人都是一样对待 不是因为你个人搞特殊的 对呀你想一下 你要是进去把 把车里面的人感染掉了 那怎么办 我想问你怎么办 我们车里面有几百号人 几千号人呢 你现在把口罩戴上去再说 然后等一会儿去隔离15天 你女朋友看一下 也跟着一起过去 等一下我就通知 叫人过来把你们带过去 对 要是有什么问题 你负责的起吗 回家不出来就好了吗 快点放我过去 不出来也不行 戴好口罩 直接回去隔离 哎呀 老五快点把口罩戴好了 哎呀 我说贵萍跟冰冰 你们两个怎么出骨不化的呢 你不要一颗老鼠死坏了一锅汤 我跟你说 对 我们是公事公办 为了你为了我 为了他人 人人有责 知道没有 不是死骨不化 对你 我跟你们两个说 我回到家 把我女朋友带回去 给父母看到了 然后就在家里隔离就好了 啊 就不出来就好了吗 快点放我过去 你先把口罩戴上 你先把口罩戴好先 你现在不能进去了 对 你女朋友可以到 为什么你不可以带啊 啊 美女啊 你找个什么男朋友啊 过一下去就好了吗 哎呀 真的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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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过去就好了吗 哎呀老五你怎么这样子 你这种人品啊 没想到你去两天广东啊 这个人越来越坏了啊 一点输出的没有 认识你几年的你也不认识 你脾气现在这么差 就回家隔离就好了吗 你放我过去就好了吗 你今天是回不了了 我跟你说 你这样子的话 破坏我们的东西岗位啊 你不是破坏我们 你是破坏了整个口罩期间的城市 那我快点把口罩戴好 这种小事情我跟你说 没事的 没事 你说没事 有事怎么办 你这个单单的起吗 啊 你再这样子的话 我不跟你回去的吗 你看你女朋友懂事 你的一点都不懂 哎 你别走 你看你女朋友都走了 那个贵婷抓住他 他必须要隔离15天 你把口罩戴上 把你口罩戴好 从小玩到大 没想到你这个人 这么明完不理 要戴好 对明完不理 你要必须要隔离15天 你女朋友走就走了 他是他是绿马 暂时先不管他 先把他拉进去隔离了先 那你看手就赶快 我把他拉进去隔离 好我先把你们两个怎么不通 用一下呢 还不通通一下 通了个头痛 等一下我来跟焦纯讲的跟你上课 讲讲人生道理 整条村的人命都在你手上了 给你这样子一搅和的话 你现在就要去隔离隔离完15天出来 再说这个车等会 我会叫人把你把它开好的 你先贵婷把它拉过去 我把我女朋友追回来现在 他女朋友 你们陪一个给我 自己都顾不下 你自己都顾不了了 你还顾女朋友 现在的人呢 真的防护历史这么差 真是一颗老鼠使坏的一锅汤 哎呀